Regard 第一个音节 RE我们念成 G-A-R-D AR我们念成R 所以这个音节我们念成Guard 整个字中音节落在第二个字 第二个音节我们这个字就念成 Regard Regard 那Regard呢它当初一个极物动词 我们中文翻成认为 是为 那我们在后面加上ing之后呢 特别要注意到它不是一个动名词 它变成一个介系词了 我们中文翻成关语 来我们看第一个例句 I regard Ruby as my best friend So I always share my secrets with her Regard A as B 就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片语 把A视为B 所以呢我把Ruby呢 视为我最好的朋友 所以呢 I always share my secrets with her 我经常呢会跟她分享呢 我的秘密 好那这边的share with 不要忘记了搭配介系词 with 第二个例句 Noah gave me some help Regarding my report For example He told me how to collect useful information for it Noah 这个先生呢 这位同学呢 Give me some help 他给了我一些帮助 这些帮助 是什么的帮助呢 关于我的报告的帮助 所以我们知道呢 Regarding my report 在这边呢 他就是一个介系词片语 用来修饰呢 前面的help 就是关于我的报告 他提供了我一些写助 所以这边呢 Regarding my report 就是用来修饰前面的help 好举例来说呢 He taught me 他教了我一件事 来这件事注意哦 是由疑问词 how 后面接不定词 变成一个名词 片语 所以呢 他教会我这件事 什么事情呢 如何去收集 collect useful information 有用的资讯 针对什么事情呢 for it 这个it 当然指的就是my report 为我的报告呢 收集一些有用的资讯 好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念成regard 认为视为 regarding解析词 关于